大探心血全報廢 腳下就是五分地高麗菜園 才剛開種就遭遇土石流 大小石塊布滿高麗菜田 土石流治災 還造成一旁住家一樓全會 我住在這邊就七十二歲了 第一次看到這麼嚴重的 挺進南投信異鄉 東浦村土石流災區 儘管天氣放晴 但農民看著難以估計的農損 心情根本好不起來 土石摧毀東浦村農田 連帶使的連外道路也中斷 有人緣立善後 也有人要設法外出查看災損 風在讓南投信異鄉傷痕累累 早在挺進東浦村之前 直擊鄉內主要道路御山路 佔據道路的土石移動堆 被製造路間等清韻 但清泰的車道卻成了一流溪水的河道 信異鄉要回復到風災前的樣貌 此情此景只能繼續等下去 三連續無關於南投採訪不到